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义之为贵 悦而不义 从而不改 无 未如之何也即义 孔子在这里告诫人们 对待正言 规劝要能听得进去 并照着去改正错误 对于恭维表扬的话 要去分析其义是真 还是恶 然后能自省自免 这才是正确的态度 这一段就是告诉我们 中原虽说逆耳 但是它是利于行的 两样苦口 它是利于病的 这是我们要善于结交朋友的时候 能提醒你有过错的 是真朋友 真的是真朋友 我们这一类的朋友是人生的粮食一友 那锦上添花的是好朋友 不能成为真朋友 为什么呀 现在这个人啊 都爱锦上添花 有时候啊 热闹的时候需要他们捧场 实际夸人真不好 你看夸子怎么写 我们古人创造这个夸子 一个大 一个亏子 常爱被人夸是吃大亏 容易得意忘形 古人创造这个字的时候 实际就是告诫我们 不要得意忘形 你别说你现在成功了 我告诉你 很快就过去了 为什么呀 花开了一定是会败的 这是自然规定 所以不要得意忘形 随时随定我们保持一个正常的心态 对待正言规劝 要能听得进去 并照着改正错误 还要改正 你要不改正就没人劝了 还别说别人呢 我人最爱劝人的人 我说一回他们不听 我就把他放弃了 除非就是关系还不错的 那可能劝几次 我最近都把一段夫妻就放弃了 劝两年了 我最后一想 行了 跟我不沾亲不带故的 是不是 劝为了让你们不离婚 越劝越劝 好 都成了事了 你们越劝越上劲了 你们爱离不离 是不是 你们过日子呢 让我不停地劝你 来我家还我还给你泡茶 还要吃我家的瓜子 花生 我连你茶什么都喝不上 你还让我劝你几年 你还不敢 还动不动 我要离婚 动不动他要离婚 离两年也没离得了 只要两口子引到一键 就跑我们家来给我们倒垃圾 我们家经常背很多垃圾桶 我呢还要非常内心世界比较强大 建立一个360防疫措施 不受他的这个情绪污染 那真不容易呢 那倒垃圾 男的开始倒 说他老婆这不好那不好 我说你当时眼睛瞎着呢 非要娶人家呀 这女的跑来 说他老公那么不好 我说你当时没长眼睛还是没长脑子呀 你嫁给他干什么呀 不说话了 我说那就回去吧 小林去民政局 别来我家 这是最后毫不客气说的话 来了以后就说对方不好 不好还要过一起 是不是 所以啊 有时候啊 这就是毛病 我们就要再想 意经上讲 物以类聚 人以群分 你为什么可以和这样的人聚在一起呢 证明你也不是什么好人 还别把自己说得清高 说对方这不好那不好 是不是 没必要的事情 所以我们要自责 永远看对方的优点才对 这是需要下功夫的 所以对待正言规劝 要能听得尽其句 并照着去改正错误 这样才对 你要不改 谁哪有那么多的时间劝你呀 是不是 所以只能就放弃了 对于恭维表扬的话 我们要去分析 其意是真还是恶 他说你好是真的好吗 他还是奉承你的 这是我们大家需要三思的 需要反省的 当人家夸我好 我们就要想想 我是不是真如他说的那么好 要真如呢 那我们要更努力的变好 因为人家鼓励我们 当我们要做的没有他夸的那么好以后 那我们努力争取 做到像他夸的那样好 我们要有这种心态 我们听到别人恭维表扬的话 去分析其意是真是恶 然后能自省自免 自己反省和勉励自己 这是非常重要 这才是正确的态度 这里讲的第一层言行一致的问题 听从那些正确的话 只是第一步 而真正需要做的是 依照正确的意见去改正错误 听进去是第一步 最重要的是什么呀 改 即将我告诉大家 大家要孝呢 大家要孝证父母呢 大家福气要和谐呢 要私人恩德 享人好处 你就把命改好 重要重要的是改不是听哦 这些话不是拿来听的 是拿来改的 真改你就得了 今天我讲了 你不能听 你甚至会背了 我告诉你 就像你在饭店里面 背菜谱一样 你即使把饭店的菜谱 倒背如流 你不点菜 永远不知道菜的味道 也如同我们看世界地图一样 知道美国德国都在什么地方 你不去那个地方 永远不知道当地的 民风民素 这些都是需要我们自己亲自去做的 所以孔子这一段也是告诉我们 这里讲的第一层言行一致的问题 是听从那些正确的话 只是第一步 最重要的 而真正需要做的是 依照正确的意见 去改正自己的错误 你能不能改 这很重要 一定要改 我经常在讲 没有改不了的事情 只是你想不想 我们要对自己要干什么呀 痛下毒手 对自己的坏毛病 恶的行为要斩尽杀绝 你对自己今天不痛下去 横手我告诉你 未来你就被你的恶气 恶的毛病害了 为什么呀 千年大坝都会毁以 楼宇之穴 这是非常可怕的事情 那我们要从 自己这个不好的思想 不好的心态 不好的行为 要下功夫把它改掉 一定要痛下毒手 不下毒手不行 就像我们过去为了读书 读书人怕睡觉 头悬连 腰椎骨 你看 头发呢 绑到梁上 是不是想瞌睡给低下 一点头 头发揪痛了 一醒来又开始读书 要给后铐的时候 后面呢 弄了个锥子 一铐的话 把后肺刺痛了 又开始做好 还要做得非常多 又学习 要有那种功夫 我当时就是 人家算我命不好的时候 我三个月没上班 我又在家里待着呢 我天天撕了好 我这人命为什么不好 我一想 我这脾气不好 第二 我一想 说话尖算刻薄 我一想 人家说我命不好 是对的 你看 小时候靠不住妈 小时候靠不住爹 想上学上不了 种个地 种点钱 我爸好像要去赌博 放在叔父家 还被叔父扣了 我一想 我这命简直苦的呀 只能 要不就上吊 要不就跳河 我一想 普通跑到河里一跳吧 只能打我腰这 我这水也淹不死 又回去了 上吊 我一想 这一死好 听说死人 一勒脖子舌头伸出来 很可怕 我一想 不能这么死 我一想 行了 我还是出来打工挣钱去吧 你看看 过去也想过死 哪没想过死 人家算命这么不好 我就在想 命是什么 命由谁决定 是佛是神 是圣人 还是祖先 我最后一决定 原来是自己 我说 爹妈没办法选择 生成八字属相 我也没办法选择 但是心态 我可以调整 思想 我可以掌握 行为 我可以控制 这不就行了 我一看易经 积善之家 必有余情 那我积善就行了 人家有钱人 捐钱呢 我这没钱人 捐利嘛 是不是 那就是 那过去参加 人家放生 人家有钱捐钱了 我这人正好没钱 年轻捐利 我就帮忙给人家 太余 哎呀 太东西 我捐利气 等我慢慢的 人家都不让我抬了 说你是老师呢 我也想 行了 我既不捐钱 也不捐利 我干什么 我捐嘴嘛 我领着大家念 哎呀 我也想听好 反正是我最后 就总结了一话 有钱出钱 没钱出利 没利出嘴 出嘴也叫随习功德 这是要下功夫的 一定是要下这个功夫的 没有这个功夫 哪能行 肯定是不行的 所以一定要改正 改正是非常重要的 第二层讲的是 忠言逆耳 而顺耳之言 也要仔细辨别 也要仔细辨别其 是非真伪 孔子所讲的这两点 对于我们 今天还有极大的借鉴意义 人家夸我们好的时候 我们在想 是不是真好 就像人家说 一说你这人挺聪明 我一听 哎呀 聪明是贬义词 什么叫聪明 聪明没挣下钱 聪明没考上大学 聪明不会和妻子 哎 关系处理好 聪明连自己孩子 都教育不好 聪明和同事之间 很有矛盾 我们到底是聪明 还是傻呀 那是夸我们 还是贬我们呀 哎 我们要分析哦 是不是 要不我说 聪明实际是贬义词 人家一夸我们 就挺高兴 聪明啥呀 是不是 实际说心里话 傻貌貌气 还聪明呢 聪明人不犯着错误 你看李嘉诚聪明 谁不认识李嘉诚 跟一般人吃个饭 李嘉诚赶快第一个起来 双手名片 给所有人寄一遍 人家聪明哦 谁不认识李嘉诚啊 但是很谦虚哦 坐在桌子上 汤碗在他那个地方 开始拿着勺 就没停过 给满桌人 所有人盛一遍汤 厉害哦 我们想想 谁能做到 哎呀 这就是人家真正是 智慧而有聪明的人 我们做不到 我们真做不到 我们还摆点架子呢 你看人家 所以古人讲了一句话 人低成王 水低成海啊 低实际则是高啊 真正能踪敬别人的人 才是高人 想让别人 忠敬自己的 实际是敌人 我们自己要去思考 这个问题 所以孔子这一段 也就是告诉我们 孔子说 合乎理法原则的话 能够不听从吗 但只有按他来改正错误 才是可贵的 公顺赞许的话 听了能够不高兴吗 肯定你会非常高兴 但只有分析鉴别以后 才是可贵的 你要分析 他为什么赞叹你 为什么夸你 为什么 是不是 他是拍马屁的吗 一看你也是领导吗 夸夸你 哎呀 你能给我帮忙 一夸你 晕头转向 就把人家自己给签了 我遇几个商家就给我说 说我把领导拿下特别容易 为什么容易 说我请他喝酒 把他灌醉了 晕晕乎乎的合同一来 给我签个字 我成功了 我说 哎呀 厉害 是不是 吃人家的嘴 拿人家的手软 我们就犯着毛病了 要不 孔子也告诉我们 公顺赞许的话 听了能够不高兴吗 但只有分析鉴别以后 才是可贵的 只顾高兴 而不加以分析 表面听从 而不加以改正 我也没有什么办法 来对付这种人了 孔子都没这种办法 还别说我呢 是不是 我跟很多朋友都聊天了 我说我告诉你没用 有啥用 是不是 你看我几个学生 我说你别发脾气 发脾气客财 就是发 没有 那真是发 那发的是做什么生意 赔什么生意 哎呀 那简直是 倒霉的一塌糊涂 就这还不明白 还要发脾气 我说发脾气能解决 不发脾气更能解决 我们为什么要发脾气呢 我们想想 没必要吗 我们要做到 不怒自威 打铁含须自身墙 不是你发脾气 别人害怕你 别人一看 哇 不惹他了 那人性格不好 对你而避开了而已 你不该要什么用呢 所以孔子说 合乎理法原则的话 能够不听吗 但只有按他来改正错误 才是最可谓的 一定要改正错误 不改正错误是不行的 我们今天在这个地方 学习论语的时候 结合家庭 我们错在哪里 我不可能每一个人 跟你这么去说 但是大家听这段话的时候 我们对照 我们在家庭里面 发了多少次脾气 喝酒的时候 发了多少次酒分 作为一个丈夫不能顾家 作为一些妻子不能柔和 作为夫妻不能恩爱 我们视为人的时候 犹如做人的资格 把子孙不能培养成才 让孩子不能听话 既亏孝又逃学 甚至还要坐牢 我们百年以后 有何面目 面对我们的列祖列宗啊 我们自己想想 我们今天能试人 我告诉大家 大家都是冠军啊 为什么人生你不是冠军呢 我们想想这个问题 这是我们值得思考的问题 这也是我听医生讲的 男子和女子结合的时候 男子的经验里面 要三亿生命呢 只能促成一个胎儿 我们想想 我们这个三亿生命里面 我们是冠军啊 努力跑出来的 我们今天不是冠军了 我们今天是骂人是冠军 发脾气是冠军 不会挣钱是冠军 喝酒刷酒疯是冠军 我们就是做事不是冠军 做人不是冠军 挣钱也不是冠军 我们想想 人人骂我们的话 这叫亏先人啊 我们别说亏先人 我们亏自己 亏列祖列宗啊 我们凑完了 同样是人 马云也是人啊 马云比我们还长得愁 你还比马云长得帅呢 是不是 十个你一百个你都抵不了人家 马云一个 你还别说 你长帅有啥用啊 中堪不中用 是不是 那我们在学这一段的时候 就要再想 合乎理 法原则的话 能够不听吗 但只有按他来改正错误 才是最可谓的 一定要改正 今天我们来这个课堂 就是改出来的 你别说是你好人 是不是 好人一定发财 能人一定成功 今天我们不好 所以不成功 我们不顺利 我们都要自己反省 我们自己错在哪里 公顺赞许的话 听了能够不高兴吗 但只有分析 鉴别以后 才是最可贵的 只顾高兴 而不加以分析 表面听从 而不加以改正 孔子也拿这种人 没有办法 就像我前两天 他见我一个朋友 认识十几年了 07年的时候 我也告诉他了 我说你要改正 好好教育孩子 孩子在国外留学呢 我说作为一个父母 应该要检点自己 我说你还跟我熟悉 有什么问题都来 把我问问 让我给你出出主意 那别人还没有机会 我说我跟你说的方法 你从来都没照着做过 你现在受到这个苦 我说活该 我说07年 你要照我 画到现在做了 是不是 你家庭好成什么样了 夫妻两个人 都50多岁了 天天闹离婚了 孩子孩子 年龄也不小了 是不是 一天不结婚 哎呀 搅到家里面 鸡犬不宁的 听着住个大别墅 一点都不高兴 我们想想 这种生活 有钱有什么用啊 动不动 封财产 百分之三十 三个人 四个人把它封了 哎呀 天天想着封那点钱呢 我们想想 还要打下官司 脸皮都要撕破 男的把女的房下 怕女的在外面 找个小白脸 女的把男的房着 怕他在外面 找个小三 我们想想 这种日子 就是地狱啊 我们今天学习 儒家思想的目的 就是从地狱返天堂 天堂生活 是我们的本位 过程痛苦 不是我们的本位啊 我们要是 不能去改正 孔子也没办法 孔子有什么办法呢 孔子什么办法 都是没有的 所以这一段 也是非常重要的 按他来改正错误 才是最珍贵的 我们今天 就是要改正错误的 对自己的 错的言行 错的思想 错的行为 斩尽杀绝 今天我们想好 好就要改 今天我们想幸福 幸福就要改 今天我们想发达 今天我们 想成功 首先改自己 因为人生最大的敌人 是自己 不是别人 这是要下功夫的 不下功夫 肯定不行 今天很多人学习 儒家思想 道家思想 佛家思想 我们为什么没成功 你看看那些 学了成功的人 人家是知道一句 做一句 我们光卖嘴呢 要不然一夜活佛 来来摸摸头 我就开悟了 要不然找个绳坡 一跳大绳 给我看一看 我就发财了 哎呀 一天搞的什么 封建迷信 神神叨叨的 精神不正常 一天到 要不然给家里 挂个八卦镜 哎呀 我经常看到 要不就摆一个 什么皮秀 招财的 我说你看 卖皮秀都卖给你了 首先你没发财 先要花钱买皮秀 他先发财 是不是 都搞封建迷信的东西 把家里摆的呀 哎呀 你都不知道那家像什么 不正常啊 才靠德后来积 无德你缺德 哪能发财呢 我们想想 那不是摆个皮秀 摆个水晶球 摆个水晶洞 你就发财了 哪有那么容易的事 像你这么一说 那开水晶矿的人 不知道发成什么样 是不是 没有啊 这都是我们思想不正 念头不纯 对自己的缺点 不能斩进上去 不能改 真能把佛陀讲的话 老子讲的话 孔子讲的话 落实在家庭 落实在我们自己身上 把它彻底改了 我们想想 我们人生 将是另外一番天地呀 完全不一样 我从学那一天 知道一句改一句 一直到现在 大家都说我创造奇迹 我告诉大家 我是应有所得 我付出的辛苦 大家没看到 要下功夫 常反省 常改正 这样才对 我们再看下面 子曰 主中性 无有不如己者 过则无善改 善改 此章与学儿 篇第八章重复 也就是讲到 中性是非常重要的 我们跟朋友 不如己着 我们遇到 忧着学忧 遇到有过失的 我们要以此 作为借鉴 作为警醒我们自己 我们随时随地 保持正能量 我们随时随地 保持阳光 保持好的心态 孔子高度重视 人格的宗言 认为三军可以夺帅 匹夫不可以夺智 三军可以把帅夺了 但是匹夫不可以夺智 我们这个志向 是非常重要的 一定要有志向 要在这个上面 去下这个功夫 所以子曰 三军可以夺帅也 匹夫不可以夺智 这是孔子流传千古的 说明个人独立 人格可贵的名言 意思是说 一个人的思想 志向和意志 是极可为贵的 人格的崇高 和意志的坚强 都是做人的 最高宗言 不容侵犯 我们说的理想 在孔子时代称为智 就是人的志向 志气 匹夫不可夺智 反映出孔子 对于智的高度重视 甚至将他与三军之帅相比 对于一个人来讲 他应该有自己的志向 和独立的人格 我们今天不是强盗槽 我们今天不是别人的附用品 每个人在这个世界上 都是独一无二 我们要活出自己的品位 自己的思想 坚守自己的道德情操 做一个尽本分 踪迹守法 不违背伦理道德 做一个幸福快乐 有价值的人 这是我们的志向 不能当墙头枣 也不能当好好先生 这是需要我们大家 去考虑的 对于一个人来讲 他应该有自己的志向 和独立人格 因维护自己的宗言 不为任何威胁利诱所动 始终坚持自己的志向 孔子的这种思想 影响了中国人 人格观念的形成 我们再想想 我们的人格是什么 我们今天是行尸走肉呢 我们今天还是 有独立的思想 有独立的性格 有独立的见解 有独立的创造能力的 一个人呢 这个是非常重要 值得我们思考的 我们现在很多人没有思想 人家一说 观音好 马上拜观音 一说地藏好 马上拜地藏 连我们的信仰 我们都是天天在换 很可怕的 我们哪有什么思想啊 甚至我遇到夫妻恩爱 二十多年 别人一说 你老婆在外面 有个小白脸 好 回去就打架 青手足 血浓于水的感情 别人一说 你妈对你老二好 对你不好 回去跟弟弟就吵架 跟妈妈就生气 那有什么思想 我们经常 我们的耳朵爱听是非 嘴巴说话结酸刻薄 我们都不像一个自己 我们有时候在想 我们就是个木偶 我们想想 没有独立思想 这是非常可怕的一件事情 孔子说 一国的军队 可以强行使他丧失主权 一个男子汉 却不可能强行 夺去他的志向 利得要有高尚的志向 和操守 要有维护和弘扬 人间正气的道义精神 这种道义精神 是自己心中的最高信仰 他甚至高于自己的生命 孔子强调 君子要有红义的品格 维护道义 建义勇为 不谋私利 极富功难 他说建义不为 无永也 建立私义 建威受命 他强调君子要有 坚征的操守和坚定的意志 在敌人的威胁利诱面前 绝不屈服 零大劫而不易 这是针对在国家层面的 不当罕见 你看我们过去的文天祥 刘曲担心赵汉琴 这些确实是 我们值得去思考的一个问题 包括刘护兰精神 黄继光精神 这确实有很多这一类的人物 都是值得我们去学习的 我们看美国的电影 大家有没有注意 输英雄 韩国的电影 输偶像 我们中国人有什么 我们自己想想 我们有什么 我们是攻击我们自己的偶像 攻击我们自己的英雄 攻击我们自己的圣人 我们甚至连我们自己的祖先都攻击 这是非常可怕的事情 他说 三君可夺帅也 匹夫不可夺质也 知识人人 无求生以害人 有杀生以成人 这些思想培育了后世许许多多 爱民爱国的民族英雄 所以你看孔子这一段话 实际对我们后世有很多 爱国爱民的这个英雄 是非常大的 那我们想想把这段话 回归我们家庭 你爱不爱家 爱不爱我们这个家族 爱不爱我们的祖先 我们今天 要为我们过去的祖先 光宗耀祖 要为我们后代的子孙 流放百事 为什么 我们也将是后代子孙的祖先 我们既要对得起我们的祖先 也要对得起我们的后人 所以说子曰三俊可夺帅也 匹夫不可夺志 这是我们大家一定要考虑 是一定要学习的事情 就是我们这个志向 励志很重要 就像我当时学国学的时候 我就在想 我给十方圣仙打一功 我没有任何单独的宗教信仰 或者信佛信道 没有 只是他们的东西 我觉得好 能帮助大家 我有能力去学习 学习我就给他讲出去 OK 只要你是圣仙 我就给你做一功 能做就多久 做多久 至于我能不能成为那样的人 我不知道 但是我自己立志 我知道 即使追不上孔子孟子 我也要追他几步 也要让身上散发出 孔孟的思想 这是要立志的 所以我这十几年 从来不一致的 宁愿最后老板说 我给老板说了 你可以不要我 但是我的课要讲下去 实在不行 我就卖书生活 就是这样 就这么简单的 这是需要我们大家下功夫的 再加上我们能不能宗师 我总结了几句话就是 注释不顺皆因亏孝 今天我们不顺 肯定在孝道上有亏了 财运不幸皆因亏期 不发财把妻子亏了 为什么 娶他来让他高兴的 疼他爱他 护他呢 你不是让他伤心的 让他天天痛苦的 你肯定发不了财 智慧不开接应亏视 你亏了老师就没智慧 这叫三亏呀 三就不顺了 没有智慧了 你哪有思想 没有钱财了 你哪能宏道 亏了父母 等于自掘坟墓 就像大树一样 自己挖自己根了 端起石头砸自己脚的 这都是我们大家 需要思考的问题 我们在看孔子论语的时候 一定要和自己的 现代生活 工作环境和家庭 我们要对照 我们想想 我们这个人是不是 爱听人好话 人家一夸我们就得意忘心 马上呀我请你吃饭 你说得真好 人家一想好 果不然中计了 一夸就花钱请我吃饭 下次还夸 就像古人讲 三句好话当前世 是不是 那不能是这样 人家说我们不好 我们再想想 冒着得罪我们 说我们为什么 希望我们更好 是不是 朋友嘛 有讲真话的 让我们改正的 也有鼓掌 说赞词的 让我们 给我们锦上添花的 也有聊天 无话不谈的 是不是 只要是朋友 不管他是什么心态 关键我们要有自知之明 逆言中 听真话 改自己 顺言中 听好话 勉励自己 这都非常重要的事情 关键我们要吸取 正能量的思想在里面 好 这堂课就讲到这里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